当你上传了一部影片 但是由于音乐版权的问题 你收到了版权的声明 又或者是你想删除掉影片中的一部分 其实这都可以利用YouTube自在剪辑器来完成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 我就会教你如何使用这个剪辑器 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频道 我是Greyson 每周我来这里分享 社交媒体、网络创业 以及跟品牌打造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欢迎点我频道 这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你知道吗 其实YouTube本身里面就带有剪辑器 能够让你快速地完成一些剪辑的操作 例如你可以剪辑你直播时候的影片 你可以删除掉影片其中的一部分 你可以加入音乐或者是更改音乐 你也可以加入虚化的效果 这样就被导致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影片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想做一些修改 我们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进行修改 我们不需要下架或者删除 我认为YouTube这个自带剪辑器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这期影片我就带你全面地了解这个剪辑器 教你如何使用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找到这个编辑器 首先你可以来到你YouTube频道首页 在这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编辑的影片 点击进入这部影片 在这里就会有一个编辑视频选项 或者说你想编辑还没有公开的影片 你可以选择管理影片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你的所有的影片 你也可以找到你直播的影片 例如我想编辑这部影片 我选择详细信息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编辑器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编辑器 我先来介绍这个编辑器的界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你的内容展示区 你可以选择播放 你可以选择快退10秒 也可以选择快进10秒 这里你可以选择静音 或者是调节它的音量大小 在这里会有设置 可以让你调节影片播放的速度 然后这里下就是你影片剪辑区 首先第一个就是视频选项 可以看到你影片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音频选项 这里就是你影片里面的音频文件 第三个就是广告插播时间点 如果你有加入YouTube的合作伙伴计划 你就会有这个选项 可以让你加入广告 第四个就是对影片的部分内容进行模糊处理 第五个就是片文画面 在这里有个剪辑选项 这里可以调节轨道大小 你可以调大 也可以缩小 然后在左上方会有撤销 还有重做 这里面会有舍息修改 或者是保存选项 下午来教大家如何进行剪辑操作 例如说我想去掉影片开头这一部分 我可以选择剪辑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框区域 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开头 就会发现我的鼠标变成了一个箭头的标志 我现在可以往右移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灰色的区域 这个灰色的区域就代表你要切除的部分 这里就是说我的影片开头会从这里开始 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时间轴直接从这里开始了 如果说我想去除掉片尾的一些部分 同样的我可以移动这个箭头 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 那么这个灰色的区域就是被我去掉的这部分 如果说你想去除掉影片中间的一部分 你可以把时间轴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点击这里拆分 现在就会新建一个区域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又出现了 我就可以移动这个箭头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去掉这个区域 如果你后面意识到你不想删除掉这个部分 你可以点击这个测销分割 那么这个部分又回到原样 当你有遇到版权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去去除掉有版权的部分 或者说你可以加入一段音乐 覆盖掉之前有清换版权的音乐 例如说你想增加音乐 你可以选择这个添加音轨 在这里就会显示YouTube上面的免费音乐 这里可以让你直接搜索 你可以点击这个搜索选项 如果你知道音乐的名字 你可以直接输入音乐的名字 这里还有不同的分类 例如曲目的标题 流派 曲调 音乐的名字 时长 有些音乐是不需要注明出处的 而有些音乐是必须要注明出处的 你可以根据这些分类进行选择 这里会显示你已经加了清标的音乐 你可以选择直接使用 这里可以让你播放音乐 可以选择添加音乐 或者是查看音乐的信息 这里可以让你直接进入到YouTube的音乐库 像我们就直接进入到YouTube的音乐库 可以更方便让你查找你想要的音乐 例如说我想添加这个音乐 我选择这里添加 现在我就添加了这段音乐 我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例如说我移动到这里 我可以调节它的长度 例如这么长 我可以调整它的会音比例 例如现在会音比例是百分之百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音乐就覆盖掉我的声音 我需要调整它的会音比例 现在我就调整到了比较低的比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但是有可能因为我的音乐没有选好 所以效果不太好 所以当你如果想要添加一段音乐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音乐 这里我不仅可以添加一段音乐 我可以添加多段的音乐 例如我还想再添加这段音乐 现在我就把这段音乐添加到了 我也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也可以调节它的长度 调整它的婚姻比例 如果你想看得更清楚一点 你可以选择这里放大 也可以在这里缩小 第三个就插入广告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已经插入了两个广告 我可以移动这个广告的位置 也可以新增广告播放点 或者你可以选择自动放置 接下来你就可以对你的影片进行模糊处理 我可以选择这里添加模糊处理效果 在这里就会有两个选项 首先第一个选项就是 对脸部模糊处理 第二个就是自定义模糊处理 当你选择自定义模糊处理的时候 在这里会让你选择 你想要进行模糊处理所样的图形 你可以选择矩形 也可以选择椭圆形 也可以选择模糊处理方式 例如你可以选择跟踪对象 那么这个模糊处理 就会一直跟踪你想要跟踪的对象 第二个就是固定模糊处理的位置 如果你选定了一个位置 那么它就会一直固定在那里 不会移动 你可以选择这里再添加一个模糊效果 如果你想删除掉这个模糊元素 你可以去选择这里删除 接下来就是片文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已经添加了我的片文画面 我可以在这里调一下时长 或者说我可以进行编辑 例如我点击这个千米的标志 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播放列表 我也可以删除这个选项 我点击这里删除 现在我就把我的片文画面删除掉了 我可以新增一个片文画面 例如这里有一些预售的模板 可以供你选择 同时你可以自己设置 例如可以选择新增元素 你可以新增一部影片 你可以新增一个播放列表 你可以新增订阅 你可以添加个频道 或者是添加个链接 例如这里我选择新增一部影片 在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 你最近上传的影片 或者是最契合观众兴趣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特定的影片 例如我选择选择特定的影片 在这里我可以选择一部影片 我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如果想进行修改 我可以点击这个千米的标志进行修改 我可以选择另外一部影片 然后我可以再添加一个元素 例如我可以新增播放列表 可以选择一个播放列表 调整它的位置 接下来我可以再添加一个订阅按钮 观众点击这个订阅按钮 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朋友画面是出现在片尾的最后20秒 我可以调节它们的时长 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 当你做好之后 你可以选到这里保存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个选项 这里可以让你恢复成原案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查看它的键盘快捷键 这里就会有所有的快捷键 可以让你更快地进行剪辑 这里再提一点 这个YouTube的编辑器 只是让你进行修改和删减 并不能让你添加其他的素材 例如你想添加影片的素材 或者是图片的素材 都是不可以的 现在大家就了解了 这个YouTube自带的剪辑器 我认为这个工具非常方便 可以让我们快速地做一些简单修改 如果你想了解功能齐学剪辑软体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 会告诉你最适合新手的剪辑软体 以及你如何使用这个剪辑软体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们点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关于影片剪辑YouTube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